男子靠近深射车 拉车门拉不开 走到后方 手用力打击 后挡风玻璃 竟然敲出一个大洞 他的拳头是铁做的吗 一旁目击民众看男子满脸怒气 要找车主吵架 没想到看到惊人一幕 手一敲玻璃能够击破 大喊这个人是一拳超人 根本铁手 网友说这比超派铁拳还硬 而且还是左手 如果右手可能整片都碎了 有了这只手 有必要时完全不用击破器 但也有人认为是这一名男子 他的小拇指有钢戒 玻璃角落最脆弱 而他刚好敲到了这一个击破点 这是发生在桃园 龟山成功路桥三明路上 民众把拍到的影片po上网 说超派铁拳 真心觉得手好痛 网友则是议论纷纷 到底怎么敲的 可以一拳就把玻璃给击破 东森新闻众报道